大家说完这一期视频 那么这一次 首先一上来 非常抱歉 非常的对不起 sorry 死命万歇 伴随着鞠躬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法国那个存档 本来想再做一期 结果我这个 大家都知道 我是具有一定编程能力的 所以说我在修改 法国游戏的事件 一些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我不是给它修改坏了 然后游戏我打不开 一直卡在维多利2进入的时候 加载数据库2 这个界面中就进不去了 维多利2老玩家都知道 我说是真的 真的不是不想说 是真的是 是出现点问题 这个 死命万歇 这个土下坐就算了 土下坐就算了 这个对吧 也不至于上升到那种程度 对不对 那么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个 之前说好 咱们这个希腊的 我放心 这个系列觉得不会翻车 很多人就着急了 说沐桑现在 现在人类文明的水平 没有人可以在一边 吹笔的情况下 通关这个希腊 这里边这个维多利2里边 希腊是非常难的 咱们开局只有20万人口 20万成年男性 全国人口81.8万 咱们水有全 穿越过去 这个比全 这个全国成年人口 都还要多了 而咱们的主要对手 主要对手 土耳其帝国 他拥有2600万的人口 80万 对2600万 这个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 所以说维多利亚里边的希腊 想要赢 比你在欧陆分寺里边的 叛人情想要赢要 难得多很多 但是这个重担已经落到了我们身上 我们不能推卸啊 所以说我赶快来到了雅典 开始处理我们的朝政 说是一个国家 其实我说实话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全国才80万 这能叫一个国家吗 桥点就一个 为什么只有一个 不是因为我们科技太低 是因为我们的人口 现在只能支撑一个国家桥点 你在这疯狂点这个 这一粒的科技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我们刚刚在法国 一个执政经验 在这里是根本就没有用之地 法国是一个大国 是一个超级枪权 希腊 现在我们可以说 这只是一个城邦联合 城邦联合 转确来说还不足以 是不是一个国家 还需要国际上 需要讨论 不过好在 还有一个好消息 那要是穆桑之言 向全世界的猎枪呼吁 请求各国到希腊驻居 当然了没有一个人呼吁 没有一个人答应 因为驻居是要钱 我们不花钱 但是有三个国 对我们是很友好的 英国法国和俄罗斯 法国率先排除 法国虽然是一个超级强权 但离希腊太远 英国最近的军事基地 在马尔他 离我们很近 以及这边的 叫做埃奥尼亚群岛 也是由英国控制 英国跟我们实力相关的 但是俄国也离得不远 而且俄国是一个强权 虽然我们只能在 英国和俄国中选择 但是很遗憾 作为一个小国 以前我们还就是玩大国 这次我要教给大家 什么是小国思维 在你看完了 这几期失望的时候 你会明白 为什么这些小国 会出现这么多荒唐的事情 小国思维就是 我们现在要对抗土耳其 只能当牛坐马 到处跪着 你想站着请人家过来 这是不可能的 只能跪着 就是你跪着 人家都不一定来 你说这 你说欺人不欺人吧 所以我们主要 全面倒向俄国 废除希腊语 全面先行俄语 对外我们不叫希腊 我们叫俄罗斯帝国 南方行省 南方行省 全面倒向俄国 国家元首 俄罗斯沙皇 当然了很多时候 也发出弹幕了 穆森 我强烈建议你 试试这个躺平战略 什么叫躺平战略 踢手 其实我们使用那种玩法 就是说 当你认为你小国 打不过人的时候 干脆把所有局局 全部解散 彻底躺平 完全依靠大佬来打 这是一种办法 但是我们目前认为 一定程度 军军还是对我们有用的 希腊国家军史发展 是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给他们 一点点耐心和机会 说一天到一万 在这个目的中 我其实升级了一下 这个目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目的中 玩时候 玩希腊的时候 一定要开启这个 开局时停危机 因为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通过 开局的这些时段的操作 可以获得很多东西 行了 那么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始 首先呢 我们虽然是不是躺平战略 但是我们首先是 爱好和平的国度 我们表示 我们把希腊的军费水平 是全球最低的 这在电箱上 希腊是最爱好和平的一个国家 诺贝尔和平奖 现在也直接颁发给穆斯 教育开始看一下 这个行政开启 是可以省一省 现在还是付9块钱 不是 这怎么就付9块钱 我挂的没有9块啊 6块 10块 这怎么就24了呢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这个时候 开启已经基本上是 这个希腊小小的 这个希腊王国 是可以勉强支撑一下的了 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国王奥托伊士 他出生于1915年 现在26岁啊 但是呢 穆桑刚到第二天 在穆桑和石友的帮助下 忽然发现 他患有急性老年痴呆 那么为了他的安全 我们刚才把他送到了 英国的领地 巴拿马群岛上进行医治 这个根据我们有关部门的计算呢 这个奥托伊士国王 前往巴拿马需要三年时间 治病需要三年时间 回来还需要三年时间 那四舍五入呢 他整个这个治疗过程 大概需要三十年时间 有时候1966年才能返回亲政 不过好在啊 国王已经签署了相关文件 把他的权力 全权移交给小木 和水友为代表的临时政府 行了啊 这就这样 国王也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了 我们可以放手的去管理国内一切 首先 首先选了个什么人呢 找 哇 可出色的 专业的外交家 为人 这就是穆桑的实力 那么希腊呢 现在一切 我们宣布已经进入到了正轨之中 那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点 跟我们有关的报表啊 那就是这个民族分布 在石油的帮助下 穆桑成功获取了周边各国的这个人口统计数据 那么根据数据显示 希腊人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 这对于我们这个俄罗斯南方省的工作 开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先看一看 阅读一下军事坦尼宝数据 哦 根据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内部报告显示 这个军事坦尼宝 即使到现在 希腊人也是第一大民族 占28% 土耳其人仅占24% 但是土耳其官方的口径是说 这个康斯坦尼宝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有大量的亚美尼亚人 塞法的犹太人 这个咱们之前在以色列的杂谈之后介绍过 还有基夫赛人 基夫赛人 莫达他还没有说过 咱们以后再聊 好 那么过了海峡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在比提尼亚希腊人的比例也不低 在这个斯库台占比22% 布尔萨比例高达48% 就可以说在整个胡达文迪加尔省份 曲塔西亚几乎是没有希腊人这个文身 但其他几个省都有大量的希腊人在这边居住 南方的埃登也是 同样这个埃登的比例好像更高一些 德尼兹利实际上 他也拥有相当数量的14%希腊人 此外呢 这个穆桑也是高屋戒龄的指示 俄罗斯南方省的工作 有希腊城邦的主要工作 还要聚焦于塞浦路斯 这个带我多次穿越的体验下来 英国 英国对塞浦路斯是有一定印象的 那么如果说塞浦路斯 现在是塞浦路斯上也有英国的军事基地 但是在这个时代英国也是会燃殖塞浦路斯的 那么一旦英国获取了塞浦路斯 那么获取塞浦路斯就像非常的困难 行了 由于国家太小 跟国家有关事 咱们也说了 咱们进入到聊天环节 那么最近很多人提议说我做一做这个HumanKind 我现在还是算了吧 因为在我的深度体验下来 我觉得它还是 这个游戏还是稍微差了 我其实最近在玩一个叫做 Panzer Corps 2的一个游戏 这游戏过你们也没有听说过 是一款 这不是掐饭 这不是掐饭 不是掐饭 是掐饭 我是狗 这个二战游戏 但是它我觉得不适合做成视频 因为它流程很冗长 而且有一些无聊 每一关的重复度可能有点大 属于那种你玩起来很爽 但是你装饰面 其实并不好的一个游戏 而且其实说实话 很多人也看出来 其实我做这些实况视频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看 现在对这个游戏实况视频的这个接受度 在慢慢的降低 在慢慢的降低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我之所以还在坚持做的 我希望首先是不忘初心 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吃牛逼 但是熟悉的朋友都知道 我这是一句真话 虽然我平时说了很多假话 但是这一句是真的 此外呢 还是希望觉得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其实这么些年过去了 可能很多时候 看我视频很长时间 可能看着我视频长大的 对不对 小木我第一次看你视频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18岁的大小伙子 我现在已经18岁零十几个月了 那我希望给他们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说虽然现在外边很多东西都在变 甚至你周围的人 别是你自己可能都变了 但是呢 这个视频啊 最像我这个频道的一部分那种 给你的感觉还是不变的 还是原来那种感觉和陪伴 我希望给大家这么一种东西 这是我想做的一点 所以说咱们这种实况 但我故意坑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呃 尤其是批刀四旁的事况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啊 很多人觉得我变了 其实我没变 不是外部环境变了 我也是不得不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调整 那么到了1838年 国际局势发生变化 首先是阿富汗 跟咱们这个时代阿富汗差不多 阿富汗呢 现在陷入了战乱之中 跟周边的几个国家啊 可以说是大打出手 好 咱们先不用管它 这个离咱们太远了 第二呢 就是在穆桑的不屑跪舔之下啊 炼墙啊 终于给我们伸来了橄榄枝 英国 法国 俄国都在争相招揽我们希腊 嗯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加剧色萨利问题 在渲染色萨利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希腊的一个一块领土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和平的方式 并不血刃的收回色萨利 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是存在难度的 那么到了1840年1月啊 在穆桑的不断泄然之下 终于色萨利问题被提到了国际舞台上 我们相信啊 主要的这个大国啊 都会最进行这个最公正的裁决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 俄国奥地利英还支持我们啊 现在就看英国 英国绝对会支持我们 我们是英国的东方行省啊 这希腊全国现在不学希腊语 全民学英语 Speaking English 我们在希腊的每一个办公场地 和每一个戴维东都勾挂着 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 我们全面支持英国 这希腊全部都是亲鹰派 行了咱花载时间先 有这个时间先往回 交接一下知识分子啊 目前国际上的裁决 还说不好还说不好啊 经过了艰难的谈判 穆桑啊 派去的这个希腊外交官 距离力争啊 引经据点啊 折战群儒啊 虽然这一切就发生在会场之外 但是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成功收回塑造力 伟大 这个这还有我们核心之外的领土吗 没有啊 我们寸土不让寸土不让 这每一寸都属于希腊 哇这是自从1453年军队坦宁十一迅国之后 全希腊最伟大英雄 小木通过自己的智慧 不分一兵 一族就收回了一个巨大的行程 这是希腊外交的一次巨大胜利啊 而且我现在已经规划出了一个前线计划 根据有关情报显示 埃及总督的造反已经提上日程了 那么到埃及总统造反时候 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出兵 不是打奥斯兰调席 咱们打埃及收回克里特岛 天才收回了这么一个巨大的行程 我们赶快在这边交点一下官员 这个瑟萨利省是目前希腊第一大省 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好在那65%的人都是希腊人 通过嘴炮收回了瑟萨利之后 穆桑郑重宣布 伊比鲁斯是希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条使用希腊名称 约阿尼娜 哇太伟大了 总而言之 这次伟大玩耀城里离不开俄国人的支持 俄国南方省全体成员都要感谢沙皇 雅典未成年悬挂巨幅沙皇画像 全迷路过手掉托帽之一 三鞠躬 线上花环 那么到了四十年的七月 我们期盘已久的东方危机终于发生了 那么话不多说 穆桑第一神侠命令 以俄罗斯沙皇门向 埃及宣战 可以看到 之前我们一只保有一只强大的海军 是规模是小点 但是对希腊来说 赢算是非常强大了 我们之前也攒了四万七千块钱 目前也该花钱了 穆桑的宣战让莫斯科非常的恼火 俄国明明没有对埃及宣战 但是这边已经开始宣战了 那不用管 第一时间 近战克里特 这是希腊建国中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一万多希腊军队直接杀上了克里特岛的海滩 收到了当地希腊兵中的热切欢迎 强大的希腊海军 此时纵横整个埃及海和东地中海 埃及舰队虽然之前一直号称是很牛逼的 但是面对希腊人 他们闻死不动 穆桑命令 希腊舰队炮击亚历山大港 在使用步枪向亚历山大港口射击了五秒钟之后 我们本身人道精神 停止了射击 排出更多的军队陆续登陆 我们也是要告诉我们的士兵 不要使用希腊国旗 要使用俄罗斯国旗 我们俄罗斯南方省的地位是不容易变的 所以搞俄国确实已经向希腊宣战了 没有办法沙皇放不下挣不到一个诱惑 毕竟我们是东罗马帝国正统继承人 肯如此跪舔沙皇 沙皇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穆桑这个在战争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我们目前的军队已经开进了亚历山大港 只要战争不突然结束 我们认为我们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是没有任何缺点 我们直接杀进凯罗 自从六世纪阿拉伯崛起来 希腊人已经多少年没有踏进凯罗了 这绝对是一个希腊复兴的标志性世界 而且我发现穆桑的禁军受到了凯罗当地4% 希腊人的热烈欢迎 亚历山大港也有5%的希腊人 也是热烈欢迎希腊军队的到来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继续炒作南马其顿问题 我们炒作的时候前方又传来好消息 埃及总督师穆罕摩达里 赢狼狈的逃出了凯罗 并且提出哥让克里特岛换取穆桑的撤击 哇 哇 一个小小的俄罗斯南方省 竟然把埃及这种强国打得节节败退 这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不从海陆回去 我们要让我们的军队穿越整个的近东地区 穿过达达尼尔海峡 返回我们希腊 让所有居住在土巴尔其境的同胞看到 现在的希腊到底是多么的强大 当然了海军立下了重大功勋 所以说穆桑决定把他们的工资降低一下 让他们放假 不是降低工资 降低工资是最少的嚼上他们放假 让他们环游世界 当然了放假就不发工资了 这肯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就说我们国家可以省一笔开支 这个陆军 还说陆军怎么不放假 这陆军还在敌人境内的 这一放假 全跑到军事坦尼堡去怎么办 这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国际形象 你知道吗 当穆桑的军队正凯旋 经过西俄斯和萨摩斯 在哪 经过这个岛屿的时候 当地人民主动要求加入希腊 这一连串这个胜利啊 这简直是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哦 这时候传来了好消息 俄罗斯沙皇决定把我们大陆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 举国欢庆 举国欢庆 这一次战争 战争不要呢 就是夺取塞浦斯 还有俄鬼想会加入 那么呢 希腊有一句古话 粮草没中兵马先行 所以说呢 在国内物资补给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 我们第一时间呢 命令我们的海军前往俄罗斯军港 前往俄罗斯军港 这个亚述港 进行军事演习 此外希腊全民皆兵 准备啊 对抗土耳其人不久之后 将给我们发送的大规模入侵 我们预计在1944年元旦 向土耳其发起进攻 我们的主要人物呢 是保卫雅典啊 其他地方 希腊地方 我们都是爱莫能助 1944年1月5日 战争爆发 战争不要收回塞浦斯 在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后呢 属于训练的奥斯曼 土耳其军队终于突然在我们的边境之上 沐桑命令啊 这个军队呢 先不要进攻 没有万全把握 不要发起任何程度的进攻 可以消灭小谷的 小谷的土耳其军队 我们的主要的战争任务呢 还是托 等到俄国人从北边杀过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们先往后测试 先吃到阿姆菲斯 阿姆菲萨 我们只需要在 阿姆菲萨在坚持一小段 说了 全面撤回雅典 全面撤回雅典 伴随着穆桑在希腊山区英勇的战斗 我们成功收回塞浦斯 穆桑在阿姆菲萨 拉米亚 尤其是北上在塞萨利 殲灭30万土耳其军队的壮志 读补了所有的希腊人 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我建议是在维尔州 你既然出了这个 我建议你是必点的 这个可以消掉在这边的土耳其的核心 这样土耳其不会来打咱们了 就没法以这个为理由来打咱们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在四五年 穆拉夫 穆拉夫的俄罗斯人 穆拉夫正中宣布 希腊已经成为了次强 位于世界强国之列 目前位居世界第十五位 仅次于世界级大国巴伐利亚 和萨丁偏蒙特 利亚奥斯曼托尔提 军事实力位居世界第二次 当然最厉害还是我们的外交能力 外交能力位居世界第十 更可贵的是 在高度发达的同时 希腊还是一个淳朴的农业国 没有任何工业污染 保持着这个田园气息 这吸引了很多英国 法国的这个作家 艺术家来到希腊来创作 每位到来的作家 这个英国人 法国和俄罗斯人 希腊政府都是拿出巨额补贴 欢迎他们的到来 说起来 看着咱们现在好像一切都挺好 但实际上咱们现在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一旦俄罗斯撤出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可能连三个月都坚持不了 土耳其军队很快就会杀进来 所以这点数我们还是要有的 好的 那么到了47年的希腊 很遗憾 危机策略没有成功 几次没有成功 现在转而呢 把我们国家的十字率先稍微提一提 最少提到20%以上 此外呢 穆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壮举 就是举全国 举全国当时只有2万 2万多的 国库就剩2万多块钱了 然后呢 我们花了1万多块钱 投资了希腊第一练球场 引进了纯正的这个 俄国福特加配方 试图打开市场 说白了 这个希腊工业能否崛起 就看这个希腊第一练球场了 如果第一练球场的尝试失败 我们很有可能彻底破产 然后到了49年修展期到期抽呢 我们将向土耳其再发动一次进攻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扩军 那我们这一期 第一期中呢 其实已经收回了很多领数了 塞达利 无非一枪拿回来的 克里特 还有这儿 主动回归祖国的东爱琴海群岛 以及最重要的塞浦斯 在每一个地方啊 可以说收回来都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穆桑的这个危机策略和包大腿 像我们希腊 对外 对外交俄罗斯南方省的这么一个地方 直接开始崛起 并且杀入了刺枪的行列 马上就掉出来 不过刺枪不重要 刺枪其实就稍微可以加点外交点数 没有什么太大的重要性 我们的目标还是猎枪 等收回来全部合影之后 肯定是可以上猎枪的 好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呢 是先做 给喜欢朋友可以